初初經常刺傷手 經常流血 我姓張 我的名字叫張順記 我這間店是標記賣卓 標記不是我的名字 是我老爸的名字 是我老爸開的 我們在這裏 左近過四五十年 讀書沒有什麼 沒有生意讀書 那就是做事 做事就在店裡幫忙 那幾十年就做了 先挑牌給大家看 這把挑黑刀 八成的東西都要靠它 所以叫做靈魂刀 如果這些就是做銅子架 可以當它 這些鑽咀有很多節省 這些就是這樣順著下 全靠它 就這樣做了 三、四十年前就沒有什麼機挑 所以我們手作有很多事情做 因為那時候有些出口 起不了貨 不行 師傅很酷的 他做事就做事 教你就教你 吃飯就吃飯 那時候店裡有什麼做 那我就要做什麼 通常有埋雀師傅 不會跟他油油的 我們小路的就要油油 然後有人發明了拿機器挑牌 我們那些就開始自然淘汰 我們是梅市 又可以挑賣 那梅市還沒收拾 那就有得做 知道真是自己都不接受的 當然是報費 一定是這樣 我收人錢 個個做手作的東西都是 最重要就是工多就會藝術 今天不可以 明天不可以 明天不可以 那就是後天